时间回到五年前的一三展上 其中一款游戏的预告片格外引人瞩目 壁画中出现高耸的大楼 人类穿着带有未来风格的衣服 拿着长矛 现代城市断电毁灭 之后生命再度繁衍 女恋人用弓箭和长矛狩猎机械生命体 最后出现游戏名 地平线 灵之曙光 相信不少玩家当时也被这个预告片震撼 随后游戏在2017年发售 出色的画面 新颖的题材 还有优秀的剧情 让众多玩家有了一段不错的游戏体验 就在今年8月7日 本作将登陆Steam平台 今年的PS5发布会 也发布了续作的预告 为了让之前没体验过PS4版的玩家 了解这款二度涨价279元的游戏 值不值得入手 我们花费了30多个小时 通关了本体主线内容 给各位评测一下这款三年前的大作 并给想要入手PC版的玩家 一些参考建议 本作的画面极其优秀 即使过了近三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也绝对不落伍 无论是破落的建筑 还是自然景观 都刻画的很优秀 不过在PS4上运行时 不知道是不是采集卡的问题 有时画面会出现掉针和卡顿 但是PC版应该会没有这个问题 这次PC移植 加入了更多画面细节选项 估计只要电脑戴得动 基本上就可以无压力的流畅运行 除了优秀的画面外 最吸引玩家的莫过于里面的机械怪物 游戏本体中 有以动物和古生物为原型 塑造的26种机械怪物 每种怪物的模型制作都很优秀 分别都有各自的怪物习性和身体结构 第一次看到这些机械怪物的时候 只能想到一个字 帅 焦老队这些长着炮台的东西完全没有抵抗力 作为游戏中的主要敌人之一 制作组为各种机械怪物都设计了不同的弱点 玩家需要使用全息眼镜 对每种新遇到的怪物进行观察 来获取相关的弱点信息 并要在战斗中对其弱点进行重点打击 这使得每次遇到新怪物都会给玩家带来新鲜感 游戏中的战斗并非是单纯的削减血量 而更像狩猎 玩家除了近战的长矛外 有八种武器可以选择 每种武器都有其特殊作用 比如可以捆绑猎物的神枪 可以射出属性剑的战弓等等 玩家需要针对不同的怪物的弱点属性 行动特点 还有身体结构选择更加合适的武器搭配 每种武器还需要配备改装器 来增强其伤害和效率 这使得玩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来自定义装备 游戏中每种怪物都有不同的狩猎流程 比如狩猎三巨头中比较恶心的碎食者 玩家需要寻找时机 使用撕裂剑射击其四肢 使其失去钻地的能力 这时可以大大降低怪物的机动性 之后可以使用战弓速射兵剑 使其进入冰冻状态 最后用硬尖剑攻击其腹部将其击杀 单纯的去削减怪物血量没有意义 而角色的生命值在后期怪物的攻击下几乎撑不了几下 这就需要玩家去掌握每种怪物的弱点和狩猎方法来击败怪物 这种设计在整个游戏的前中期都会让玩家有不同的狩猎体验 但是由于游戏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需要用弓箭进行战斗 导致近战武器的存在感很微弱 除了解决近身敌人和玻璃零件以外就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招式也就只有轻重两种攻击方式 伤害也很有限 前期战斗中可以用用 在后期的战斗中就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而正是因为大多数时间都需要用弓箭去射击敌人 这导致游戏更像一款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当用手柄操作时 如果对手柄设计不熟练 可能会使难度大大增加 但是这次一直到了PC可以使用剑鼠 感觉应该会减少不少的操作难度 除此之外 游玩时可能会遇到视角被直被挡住的问题 因此还得注意别在直被附近瞄准 游戏中的技能设计也很匪夷所思 如果重新玩一遍的话 感觉只有开头的几个技能 双倍以及三倍命中 其中还有生存系的修补功和呼唤坐骑有用 其他的技能存在感并不大 而且前行游戏中的一些常见的能力 比如上方攻击和下方攻击 则需要单独学习才能使用 这致使游戏有些地方 可能会出现一些搞笑的bug 游戏中的前行系统也并不完善 可能是为了配合世界观 或者是为了降低难度 当玩家快被敌人发现时躲入草丛 这时敌人的警惕值就会开始下降 这使得前期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关卡 可以轻松苟过去 但是到后期需要直面怪物的关卡 会让玩家感觉难度突然增大 游戏虽然景色很美 前中期还会给玩家很多新鲜感 但是到后期就会开始 让人觉得有点审美疲劳 人类任务重复度有点过高 很多任务都是找脚印 然后打怪 除了部分带有剧情的任务以外 其他人类任务都是填充物 没有机械怪物的任务有趣 但是当你掌握了狩猎技巧之后 机械怪物的打法 也让人感觉有点固定套路 这点无法评价好不好 纯看个人喜好 本作的干度也不小 如果想要获得了一人之家的武器 则需要干猎人之家的任务 任务难度还不小 想要升级更大容量的背包 则需要去狩猎更多的野生动物 后期的怪物都需要大量资源 来制作弓箭和绳索来解决 所以需要去刷各种各样的材料 不然就会和我们一样 打最终boss时会出现现不够用的情况 想要解锁更多可操控怪物的话 就需要去探索练驻场 如果PC版成就和PS4奖杯差不多 而玩家又想全成就的话 那就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去收集了 由于是三年前的游戏 所以游戏的剧情就不再过多讲述 总而言之 如果你之前期待了很久 而且没PS4不缺钱 又不怎么会用手柄的话 这款游戏的质量绝对可以原价购买 至少前15-20小时的内容足够优秀 甚至可以让你惊艳一下 但是如果你介意一款三年前的游戏 卖279元 又不喜欢干的话 还是建议等等打折吧 或者加20元 预购一个赛博朋克2077 请不吝点赞 击儿子 谢谢观看